同美国际狮子会及南投邮局结合很多个单位 共同发起的捐血活动 吸引许多民众排队慷慨晚秀捐出热血 身为同美狮子会理事长的县议员 罗美玲感谢大家的热情 发挥捐血一带救人一命的精神 同美狮子会今天在家乐府旁边举办了捐血活动 这次的捐血活动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像南投邮局还有灿坤 还有钟头有限 他们今天都参与了这个活动 一大早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民众 捐起这个袖子 踊跃来捐血 这一点让投邑师指挥 还有我们赞助单位都非常的欣慰 我们也希望说 大家能够一起来强硬这样子的善心 我们都知道捐血一带就是救人一命 在这里也希望今天的活动 为我们的血库增加更多的心血 南投邮局经理李慕顺表示 目前各医院闹血荒 配合这次的捐血活动 出动许多人员投入捐血行列 并赠送纪念品 感谢民众的共襄胜举 最近我们各医院都闹血荒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尖血的活动 我们的号召所有的乡亲 一起来共襄胜举 南投邮局我们特别的准备了咖啡的提货券 我们准备了精美的 这是油水的一个造型 有水的一个矿泉水 那再给送给来捐血的我们的热心的民众 还在就读南开科技大学的学生 曾雅梅爱心不落枕后 她说晚袖捐血可以救人一命 是做好事 因此只要有通知她 她就一定会来捐血 第一次在高三的时候捐血 就是很紧张 因为听说会痛 结果好像就还好 痛一下而已 之后就不会痛 因为平常就是有捐血的习惯 然后只要这样看到那个 因为有流资料 她就会寄信到我的信箱里面 然后我就知道南投那边可以捐血 我就来捐了 捐了五六次了 为什么有喜欢捐血 就是救人一命 对 做好事 道场捐血的民众十分踊跃 都肯定这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县议员罗美玲 感谢各界的共襄胜举 发挥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精神 让社会充满爱心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